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把新鲜的橘子皮切成小粒粒 然后热一杯牢骚水 然后把那个牢骚水送服这个橘子皮的小粒粒 就像吃药似的 把这个橘子皮小粒粒一把吞下去 用牢骚水送服 不需要嚼的 对吧 这个橘子皮一定要新鲜的 不需要晒干这一步 要新鲜的 对 用新鲜的橘皮来做 什么橘子皮都可以吗 一定是红橘的皮 如果是蜜橘的皮效果就不佳 所以要红橘它的药性 其实说到这个橘子皮 给你们说个小故事 这个也是我爸爸小时候给我讲的 他说以前那些小商贩是很聪明的 他们卖橘子的时候 大家不是都挑吗 挑来挑去之后 剩下的橘子全部都是很小的 又小又酸 大家都没有人买了 他们就会拉到那个小学校门口去 干嘛呢 就去看小孩子放学出来说 小朋友们 请你们吃橘子免费的 那小孩们都很开心 小贩就说 但我有个要求 你们吃完之后呢 橘子皮呢帮我放这边 橘子糊呢帮我放这边 这样呢一车橘子呢 小朋友们一会儿吃完了 留下一大堆橘子皮和一大堆橘子糊 小贩再把这个橘皮和橘糊 拿到药店去卖掉 卖的钱呢 比他那车橘子还贵 我还听说这个著名的 这个橘皮产地 叫新会啊 他们说这个带皮的橘子 卖的比这个包好的这个橘子 要贵很多耶 是的 其实你在那个新会那里 你就会看到每年橘子下市的时候啊 他们家家户都在包那个橘皮 然后穿起来晾晒干 所以那时候他们包出大堆的那个橘子肉 是没什么人要的 你就去买吧 几毛钱一斤 橘子肉没人要 还有人买 随便 对 买来吃 没问题 做罐头 但橘子皮就很贵了 它不会卖给你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橘子皮留下来可以做成橙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中药 另外呢 如果你有新鲜的橘子皮呢 它也是可以有调理身体的作用的 就像你刚刚说的 这个一口老灶一口橙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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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橘子皮 它能够散风寒 另外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通便秘 所以有些女孩子 它容易便秘的话呢 就用橘子皮泡水来喝 它就有一个通便秘的功效 它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 消食啊 止咳呀 化痰啊 这些作用它都有 需求的